大家好,我是汉婷,今天是10月29日 带您来关注热点话题 美国总统大选即将进入最后七天倒数阶段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前总统川普面积日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举行盛大造势集会 据称吸引于2万名支持者参与,常内外人潮汹涌 尽管纽约州为民主党传统票仓,川普仍选择再次登台 主打改善民生与强化国家安全 在紧绷选情下争取选民支持,让美国再次伟大 综合报道,这场免费入场的造势活动在公告后 极吸引大量民众涌入 由于场内已达人数上限 数千名支持者只能在场外透过大型荧幕观看川普演说 川普于晚间70登台,就边境安全与经济等议题 发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说 开场便引述前总统雷根名言 过去四年你过得好吗? 借此批评现任民主党政府引发的史上最严重通膨 并承诺当选后将扩大免税措施 致力于降低民众生活成本 前第一妇人梅兰尼亚也惊喜现身 首度在川普造势场合发表演说 呼吁美国人民共建安全与繁荣的国家 并介绍夫婿的伟大愿景 此外,还有众多重量级人士到场 包括联邦众议院议长强生 科技大亨马斯克与前独立总统参选人小罗伯 甘乃迪等 川普在集会委声信心满满的预测 将于11月5日迎来美国史上最辉煌的胜利 誓言将击败激进左派 再度让美国重返荣耀 这次总统竞选聚焦了五个关键议题 经济、移民、堕胎、外交与气候政策 经过三年的高通胀 购买力成为许多美国人的主要担忧 共和党人川普在担任总统期间 降低了最富有人群和公司的税率 他承诺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超过10%的关税 这将使他能够为大规模减税提供资金 还承诺让美国成为世界比特币和加密货币之都 在移民问题上 对川普来说 边境问题是头号议题 在堕胎政策上 这个厉害攸关的问题 可能会鼓励传统上不太政治化的公民 尤其是妇女去投票 这可能会给民主党带来优势 在总统选举的同时 有10个州正在组织有关此问题的全民公爵 在外交政策方面 乌克兰、加萨、伊朗、中国 一切都将卡玛拉·哈里斯与唐纳德·川普对立起来 川普认为美国在世界上从未受到如此不尊重 他说他将毫不拖延地解决冲突 他谴责华盛顿自2022年以来为基辅提供的巨额资金 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冲刺 有分析认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正在祈祷美国前总统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重返白宫 中央社转引法新社报道 特朗普上次执政期间 曾采取多项对内塔尼亚胡有利的政策 但在本次11月5日大选投票日之前 特朗普屡次就中东政策发出复杂不明确的讯息 他将向以色列施压以终结战争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 这些不明确的政策宣誓 再加上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 都正中内塔尼亚胡下怀 因为可能给予内塔尼亚胡更多空间 以应对加萨走廊和黎巴嫩的冲突 耶路撒冷西伯来大学政治学教授拉哈特告诉法新社 美国大选是内塔尼亚胡设定的里程碑之一 他正祈祷特朗普获胜 他认为这将给他很大的行动自由 让他能够做他想做的事 下面是俄乌最新消息 俄罗斯在蒂涅伯罗发动袭击 周六袭击的受害者 位于乌克兰中东部蒂涅伯罗的建筑物内 基辅地区的其他袭击造成一人死亡 一人受伤 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向俄罗斯施加压力 蒂涅伯罗市位于乌克兰中东部蒂涅伯河沿岸 距离前线相对较远 但经常成为俄罗斯空袭的目标 该地区州长表示 周六五夜前不久 俄罗斯导坛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其中包括一名儿童 约20人受伤 其中包括8岁至16岁的女孩和两名17岁的男孩 另外 住宅楼房屋和医院建筑遭到破坏 据基辅地区军事管理局最新报告 其他夜间袭击造成基辅地区一人死亡 一人受伤 而周五无人机袭击首都移动住宅楼 引发火灾 造成一名少女死亡 六人受伤 基辅地区军事管理局表示 基辅地区的其他袭击事件导致一名妇女死亡 一名青少年受伤 据塔斯社与乌克兰基辅独立报等媒体报道 俄罗斯沃罗涅日地区一座800平方米的科尔佐夫斯基市场近日发生猛烈火灾 而同时该地区和临近的坦波夫区多处设施遭受无人机攻击 据当地官员透露 初步调查显示这些设施可能是乌克兰无人机的目标 意图影响俄方工业生产线和运输设施 在沃罗涅日地区的这次火灾中 市场出现大规模燃烧 当地消防队迅速派出多支队伍扑灭火势 同时坦波夫的石油管道运输站已传出无人机袭击导致的火灾 涉及俄罗斯的德鲁兹巴油管运输网络 乌克兰方面尚未承认攻击 但俄方指责无人机来自乌方 强调将加强边境监控与防空系统 另外 近日俄罗斯决定派遣朝鲜军队来增强俄罗斯已经厌战的军队 这让乌克兰的盟友意识到 如果不进一步升级战争冲突 他们几乎没有其他应对措施 此前朝鲜高升在联合国谴责韩国等揭露朝鲜志愿军是造谣污蔑 法广消息 韩国国家情报院表示 韩国政府下周一将向北约和欧盟派代表团 以共享朝鲜派兵援额相关情报 据韩国一位高级官员透露 韩国正在考虑是否直接向乌克兰运送武器 这将扭转禁止向处于战争状态的乌克兰提供致命援助的政策 此前 首尔曾向美国补给其运送的武器 如果首尔储存的大量炮弹开始与平壤运往俄罗斯的物资一起直接运往基辅 那么战争将会导致世界上两支最大的炮兵部队参与其中 最后来关注特拉维夫发生恐攻 卡车蓄意冲撞公交车站40人伤赵氏司机被当场击毙 在以色列上周末轰炸伊朗后 以色列境内最近发生一起恐怖攻击事件 一辆卡车蓄意冲撞公车站造成约40人受伤 其中10人伤势严重 而赵氏的司机则当场被愤怒的民众开枪击毙 X账号Nikita28日发文表示 事发地点为特拉维夫北部一座公车站 当时卡车直接撞向公车站 导致正在上下车的群众遭到卡车碾压 对于这起恶劣事件 以色列警方将其视为恐怖攻击 恶意开车撞人的恐怖驾驶 已被持有枪支的平民歼灭 以色列警方发言人指出 这起事件性质是恐怖攻击 虽恐怖分子身份尚未查明 但可判断嫌犯是阿拉伯裔以色列人 Nikita分享的相关影片显示 卡车车头完全变形 足以显示撞击力道之可怕 警方将车门打开后进入车内 寻找能进一步厘清事件资讯的线索 卡车之后还撞上一辆公车 造成多名年轻人受伤 X账号Nikita分享的相关影片中 卡车撞到公车尾部 许多警察在现场展开调查 不过哈马斯在事件发生后 将其称为英勇的袭击 但没有宣称对袭击负责 这起恐怖攻击是否跟哈马斯相关 仍有待查证 以上新闻由李方编辑整理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